这叫凡夫 僧者和和之矣 这个大乘法里讲的很多 非常重要 僧不一定是出家人 在家也称僧 称僧的条件是修六合戒 你在家里头 佛说了四个人以上 如果你家庭四个人以上 在家里面修六合戒 你的家就叫做僧团 三归一 里面我们常常念 归一身 众中尊 众是什么 众是今天讲的团体 众中尊是所有团体里面 学佛的这个团体是最为尊贵的 他尊贵在哪里呢 尊贵在他和目相处 大家都修六合 见和同解 这是礼 道理 连礼 借和同修 身和同住 口和无尊 义和同月 还有利和同尊 这个 这个后面五种 是四 四上和目 前面第一条是礼 礼 礼四 都和我 这是在所有团体里头 最尊贵的 最值得人尊敬的 你们这个团体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照顾 互足合作 这是可以做所有团体的榜样 所有团体的模范 这叫做神 所以神不止一个人 四个人以上 修六合尽 才称之为神 在家居士 也如此 也是四个人以上 修六合尽 都成为神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